另外我们要带您看到这是埃及首度人民当家 历经将近一年的长期革命抗争 埃及今天举行了历史性的国会大选 就可以说是埃及半世纪以来第一次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估计合法的选民人数高达了5000万人 候选人更超过6000名 很多的埃及民众都是升平第一次投票 他们踊跃的程度让整个投票时间临时延长 两个小时 而他们也希望能够借由这场大选 真正的打开埃及民主的大门 看不到镜头的排队人龙天刚亮着手在投票所前 准备第一次品尝人民做主的滋味 不少阿公阿嬷都是手头族 大半个世纪以来在独裁统治下 埃及的每场选举都是闹剧 直到穆巴拉克下台 人民才真正感受到这一票的珍贵 可难想象十天前解放广场 才上演民间跟政府的血腥对立 这一刻军人取代警察 温文有礼地维持秩序 凯罗跟第二大臣亚历山卓 还特设女性专用投票所 选民的热忱跟兴奋之情同样易于言表 这一票扭转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命运 也将改变他们的女儿与孙女的未来 这场历史性的国会大选工程浩大 合法选民数高达5000万人 候选人超过6000 周一开始的是498席的人民议会 或称下议院选举 将分三个阶段进行 直到1月才完成 紧接着从1月到3月 要选出390席苏拉议会成员 也就是所谓的上议院选举 首日的投票在9个省区展开 选民数高达2400万 由于民众太踊跃 投票时间还延长了两个小时 只有三个投票所 因为候选人爆发冲突被迫终止 对千万选民而言 投票已经不是义务 而是攸关新埃及诞生的道德与责任 三地新闻下来就报道 安吉今天举行了第一